疫情肆虐 双北深至三级警戒满一个月 15号公布新增132例本土病例 8例死亡 是三级警戒以来新低 但疫情真的趋缓了吗 5月11号至今已累计448人死亡 致死率高达3.8% 依旧居高不下 连三天本土病例降到200例以下 眼看6月28号三级警戒期限只剩下一个多礼拜 是降级还是延长 最快本周最有答案 2月18号虽然这时间不多 随时已监测 那当然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指挥中心没把话说死 但各线市若不同步 难保疫情控制得住 而新增的8例死亡 个案中有2例确诊到死亡只有短短5天 外族死亡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更让人担心的是此时爆出 首度在下水道验出新冠病毒 我们有监测到两个污水的出的里面 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毒量 大的出水口有但小的 到目前来讲 我们测的都还没有测到 看来新冠病毒已深入社区 三级警戒降级 有没有机会 以原先公布标准来看 现阶段三级 单周出现三件以上社区群聚 或一天之内有10例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但以目前疫情遍地开花 医院机构群聚每天上百例的情况来看 要降级简直天方夜谭 6月28号能不能降级 网路上先起一片讨论 网友说现在是3.5级 降到2级也一下降太多了 算说数据一定会降到让人觉得没风险 点出还是要看疫苗覆盖率和政府心脏大小 执疑没疫苗降级不就等着爆炸吗 最好不要个别疾风 全国一致会非常好操作 三成的民众打了这个病毒要传的难度就变高了 存在表示现阶段数字漂亮 是民众6月初自主封城的成果 下周才是关键 尤其疫苗施打还跟不上病毒散播的速度 三级警戒一旦降级 疫情恐将新火燎原 这一天是白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